比如说新增资料库 其实是不是也可以从哪边呢? 我们之前有做过几个练习 包含就是member.tst 这个学生资料 或者是说member.tst 你就把它下载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这个资料 他可以也是一样用读档的方式 然后读进来之后 当然这个栏位名称要略过了 就从这一笔 五个栏位 所以如果我今天五个栏位 然后我希望一个萝卜 所以你需要做什么呢? 假如说你今天需要把member的 这个资料 全部放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那你需要做什么? OK 第一个当然了,一样 就是说 以这一题来看 这个cursor01.db 它可以放很多个资料表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不要动它 那第二个的话呢 你可以再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 table 就是资料表名称 那你也许不叫table01 叫member 或者member01也可以 然后栏位的话 因为有五个栏位 所以你就五个栏位 有没有 然后呢 再用insert into 把资料放进去 这样子的 记得 这个我们是跑回圈 是for回圈 是三次 那个的话 就是全部的笔数 但不包含第一笔 所以你可以for i in range 从哪里呢? 从1 到那个 它的 总 Len Len 这个串列 总共有几个 有没有 然后就把它全部 insert到那个资料库里面去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后面的话请各位练习一下 就是 你有没有办法 把外部的资料 快速的输入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这个其实还蛮重要 为什么?因为将来你可能资料是在档案 也有可能资料在云端 也有可能在网 网路上吗? 然后网页里面的资料 一样的东西 那通常我们会处理的话 通常是先把资料库 当成一个暂存的地方 先把它抓下来到资料库 然后再去做后续我要做的报表 一些相关后续的动作 然后做一些统计分析 也是都放在资料库 所以资料库 变成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算是什么 暂时存放资料的 一个储藏 储藏的空间 OK 所以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想想看 这个是第1个 第2个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这个当犯本 这就是一个犯本 所以以后你就拿这个当犯本就好了 所以以后 这个犯本还蛮好用的 那 我们做完这个之后的话 就会有同学会问说 这个 SQLite Browser为什么每次都要用它呢 我可不可以不要用它 我可不可以直接干脆另外我写一支程式 写另外一个module 然后当我怎么样 当我 就是insert完之后 我就直接 用那个程式去帮我看 我到底放资料库里面放哪些东西就好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今天你不要用SQLite Browser 而要观看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用slate的语法 那至于slate语法怎么slate 其实你会发现 程式比想象中的还简短 就大概 大概没几行 那你会发现这个程式跟刚刚的程式 有一点雷同 哪些雷同呢 上面这三行一模一样 因为我要去开 那个资料库 所以必须要连线这个资料库 那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slate slate这个语法是查询 其实就 有点像是 跟eSale里面类比的话 有点像eSale里面的筛选 筛选 那信号指的是哪些栏位 from是哪一个 哪一个资料表 其实对照到eSale的话 就是他的工作表 你有没有 你要哪一个工作表 一样是exque 最后帮我把里面东西全部绑 然后我把它print出来 怎么print出来 我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我们做法 我来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把 干脆把这个 原来我这个module名称叫 SQL新增资料 我把它copy一下 干脆就把它直接贴上 名称把它改一下 本来新增 现在把它改成查询 所以这边的话名称就叫查询 那要如何查询呢 OK 查询资料 其实 重完之后再把它开起来 查询 OK 程式都一样 我跟各位讲 第一个 有哪些地方 一模一样 前面几行都一样 所以后面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砍密 不用砍密 因为我们没有更新 所以不用砍密 那close 其实如果你不close也没关系 所以基本上我把 程式删掉 就是留哪里 留前几行就可以了 然后 后面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 也是一样连线资料库 然后建一个cursor的一个资料 一个资料表物件 然后底下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地方 sql string 里面delete掉 留下双以后就可以 里面的话呢 就打什么 打那个slice slice 所有的栏位 from哪一些什么 哪一个工作表 工作表名称我们叫什么 table 01 OK 打错了 table 这个不能打错 table01 OK isq 好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他 exq之后的话 他就是会去跟资料库要东西 可是问题来了 跟刚刚最大不一样是说 那可是他已经帮你查完了 那可是问题查完之后你要有个地方存放他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在这个前面 再加一个什么 cursor 就是cursor.exq 前面再把它复制一个 cursor等于好了 OK 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把 这个查询的结果丢到这个cursor里面就OK了 那就会产生一个所谓你查询到的那个 所谓的资料表物件 其实应该叫什么查询物件 也可以 查询之后的一个表 反正就是一个表 那个表的话呢 我如果要把它全部 都把它读出来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写一个 缝回圈 因为这个cursor是有点像一个表 这个表的话 我记得好像没有栏文名字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 然后它有一个row 这边一列 列的话就row row一 row二 很像 那 我就是逐一的把什么 它的每一笔资料 这个row变数你可以取别 没关系 印什么呢 在这个cursor里面 做什么呢 你可以print 假设我们先把它print出来 print这个row 这个列里面的东西 帮我print出来看看 OK 大概写出来就是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的 五行都一样 只有改一个地方 这是seql string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把查询的结果 接到前面去 再用for回圈的把这个cursor里面的东西帮我print出来 我们看一下结果OK 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得到的结果 就会怎样 实际上 每一列每一列 它就放 这个就一列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外面是小刮壶 怎么又有一个小刮壶 请各位特别注意 如果将来 你看到中刮壶 是那个什么 我们的list 如果你看到小刮壶的话 实际上是等于什么 等于 它里面资料是唯读的 唯读的list 所以唯读的话 只能读取 不能写入的话 那就会是小刮壶 它在python里面有一个 这个资料形态叫tuple tuple的话 所以这边 小刮壶就tuple OK 差别只是说 它是唯读的 跟list不一样 list是可以写资料 可是问题来了 所以你这边其实也可以把它当list 这边就一个list 这边就一个list 所以如果说我将来 我希望怎么样 把它输出 比较漂亮一点的话 因为它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我可能 这边也许上面再加了什么 print 然后这边的话 跟它讲说 第一个栏位是编号 假设编号 然后 后面的话也许加一个豆点 再加什么 电话 或者干脆这边加一个反斜线T 反斜线T的话就是 我们加一个定位点 让它 往右OK 然后 这个怎么把它print OK 其实 我们后面的话就是print什么 print 第1个 第1个的话就是 第0个 然后在中间的话就串接 串接什么呢 串接一个 反斜线T 然后面的话呢 这个是抓第1个资料 抓第2个资料的话就是 再把index这边加个 数字加1好了 这个是0 这个是1 然后分别的话就帮我把它print出来 OK 不过 因为这个是自串 这个也是自串 所以其实不用转型 我直接执行看一下 OK 编号 就全部出来了 电话 就全部出来了 那中间的话呢 因为我加一个什么 反斜线T 这个就有点像一个什么 一个tape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就可以 帮我把 原来是要用siclite的browser 才能看到的东西 就帮我把它看到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那当然呢 你说 查资料 这边当然是最简 但是全部查出来 可是未来如果你将来 你有一些 怎么讲 你要查的资料 有一些关键字 比如说你想要查什么 哪一栏 比如说你要查的是编号是多少的话 后面其实还可以加一些条件 比如说你可以加个会 哪一个栏位 难为 number 等于多少 等于1好了 如果你加一个这个叙述 你会发现他只会 有点像筛选 所以select有点像 ecell里面筛选 如果你给他条件1的话 那执行会怎么样 看一下 有没有 只有1出来 OK OK 那如果说你 以select推打2 如果说你要的是 大于 3 那就 大于3的话就45 资金 有没有45 有没有也是一样可以下个条件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把 那个select的部分 把它查出来 资料查出来 OK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其实在资料库里面操作 最重要就是新增 第二 应该最重要应该是查询 查询再来新增 OK 这两个我想如果你掌握到的话 将来你要做资料的储存 就没什么太大困难 所以通常我们是怎样 先把网络上捞到资料 先塞到资料库 然后将来如果要应用做报表的话 再把它查出来 所以用最多的不外物就是新增跟查询 那删除跟修改 是也会用到 可是用到的机会好像就没有像 新增跟查询 机会那么的大 但是也是相对重要 因为将来如果你要删掉某一笔资料的话 那一样你也可以用 一样的方式来处理 那请会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的新增资料改成查询资料 看看吧 谢谢大家